12年前,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,向海洋释放了大量放射性物质,造成巨大灾难。 12年后,就在昨天,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,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,又给当地民众,乃至世界人民,造成二次伤害。 核污染水处置具有跨国影响,绝不是日本一家私事。 日方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,公然向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,极其自私自利,极其不负责任。 中方等利益攸关方多次指出,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,就没有必要排海。 如果不安全,就更不应该排海。 原始能机构总干水俄罗西在报告前沿,以及相关的记者会上,一再强调,排海是日本政府的国家决定。 机构报告既不是对这一政策的推荐,也不是背书。 我想大家都不难听出,国际原始能机构的报告并不能成为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的通行证。 报告无法给予日方排海正当性与合法性,也无法免除日方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。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日本政府,纠正错误决定,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。 以真诚的态度,同有关国家和利益有关方善意沟通,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。 避免对全球海洋环境,避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,造成不可预测的破坏和危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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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